4号晚上6点多行车记录器拍下 有至少三米阿兵哥走在慢车道上 没多久后镜头拍到 71岁骑机车的灵性老翁 摔倒滚入路面 下雨天老翁最后 倒卧在地动也不动 骑机车的老翁伤重 送医不治 家属悲痛万分 怀疑是这辆呼啸而过的蓝色轿车 把倒地的老翁碾毙 家属po文怒控 潮州跳伞场四名伞兵 天色昏暗下雨 没穿反光衣 三三两两走在慢车道上 你知道有人为了闪你们死掉了吗 阿兵哥是不是不该走在机车道上 如果他跟其他三位一样 位置是一样的话 我父亲不会撞到他 家属指控被夫妻机车撞伤的散兵 就是走得太出来导致车祸 结果父亲摔车倒地后 又疑似被正辆蓝色轿车 撵过去才会惨死 后续本部将权力配合 前景厘清噪音 令通令辖区单位 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但警方初步认定 老翁骑机车与散兵 以及轿车发生擦撞 重伤不治 检警说法都让家属无法认同 由于当地是散兵训练场 不能装设路灯 视线昏暗常导致车祸死伤 如今又有老翁离奇摔车 惨死引爆家属怒火 记者张春华评论报道